埃利塞维尔种族灭绝核暴行预防法 在2019年1月由川普总统签署生效 今年已经是美国国务院依照这项法律 第三次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 这一年第一次 布林肯表示 美国会继续坚守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承诺 报告的中国部分指出 中共对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族裔 以及宗教少数群体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原类罪 暴行包括监禁 酷刑 强制绝育和迫害等 从2020年7月起 美国陆续对参与和支持中共 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的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 并对棉花等特地新疆产品发布了禁令 我们会使用所有的工具在我们的措施 包括奉务 国际支援 测试 实际上的目标 金融工具和联络 报告像这一样 这将提出了知识 并使我们制作固定的国际力和反应 新唐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当然是有机会相机来说 已经用虐待了 并使我们制作固定的国际力和反应 使我们制作固定的国际力和反应 同学者买安绪下 我们再次尽试